晚年的朱元璋残暴不仁大开杀戒 为何始终不对老百姓下手 朱元璋晚年时专杀大臣 谁地位越高 他越对谁POA 然后转头就是以谋反罪将其灭门 因为两个案子 他就能让四万五千人丧命 这时你会不会想说 他杀的大臣真多 下次可别杀了 但说来也奇怪 朱元璋晚年残暴不仁 可他不曾对老百姓下手 那咱今天就来聊聊 朱元璋为什么晚年残暴 到底有多残暴 他残暴的对象 为何不包括老百姓 你看朱元璋主刀的那两个案件 一个是胡维庸案 一个是蓝玉案 以前没人想到朱元璋 他会这么狠 涉安大臣轻则被贬官 重则那是抄家灭户 连个根都不给人家留 但是朱元璋想杀胡维庸和蓝玉的人 他肯定也想当一个名胜很好的人君 可他不行 他还得考虑明朝的接班人 于是在武统前 朱元璋想了个办法 要来文治 他花钱费力 请人来开班授课和颁布法令 那时朝堂内外掀起了一阵 要对中央尽职尽忠的风赏 红武五年之后的八年 朱元璋可没动过一个朝中大臣 只可惜朱元璋的嫡长子 朱彪英年早逝了 这位老父亲之前 可是把所有继承希望 全都放在了于马皇后 圣的嫡长子朱彪身上 可是他想不到 当年也就二十几岁的朱彪 年纪轻轻就抢在老爹的前头走了 那朱元璋之前为朱彪建立的权力系统 不就等于说是打了水漂吗 朱元璋当时就阴谋 他晚年退休退不了 还先失去了爱子 后面又让多年的辛苦白费了 但他喝杯酒还得继续走 那时他最烦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在失去了朱彪之后 该考虑立谁为皇储 所以他又该如何布好下一步棋呢 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暴君是谁 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在他面前真不够瞧 这必须得是朱元璋 十三年共杀七万臣子 平均一天十五人 那简直就是磨刀祸祸向大臣 你都得怀疑那一时期的臣子们 吓得上朝都得穿尿不尸吧 但你说朱元璋他为什么只杀大臣 不对老百姓下手呢 这还得提到朱允文 朱元璋在失去了嫡长子朱彪之后 就把目光放在嫡长孙朱允文的身上 他本身又极其维护力敌力长的祖宗法制 最后绕了一圈 朱元璋还是决定要立朱允文为皇主 所以他又得费心费力的重新建立一个 以朱允文为中心的权力系统 那这下可让朱元璋有的忙了 他觉得之前以朱彪为核心的权力系统 必须要全部拔掉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 以朱允文为中心的权力系统 可能也是因为他农民出身吧 他太知道了 想让新的庄稼长得好 就必须得把之前的杂草全部连根拔出 所以他不得不大开杀戒 或许当时的朱元璋现象 只有伙势越大 手段越残忍 覆盖面积越广 这新势力才能长得越来越壮 所以朱彪权力系统内的大臣 最后全部被踢出了曹野 一时之间 这朝堂内外也就出现了另一种风尚 大臣们要么请辞告老回乡 要么就是被朱元璋视为眼中钉 他们怕呀 说不准下一个挨刀子的就是自己 所以在胡维庸案后不久 蓝玉案爆发 那残忍指数可谓是后浪推前浪 被斩杀人数是翻了一番 还拐了一个弯 根据这种现象 后人也就大骂朱元璋 杀了之前为他建立汉马功劳的开国功臣 指责他那是晚年不积德 他这么做的背后 还有其他的苦衷吗 你以为嘉庆搬到一个和珅 养了清朝几十年就很牛逼了吗 嘉兴要是了解朱元璋有多狠 那立马就得一谋 蓝玉案 李善长案 胡维庸案 哪一个不把朱元璋时期的国库 称的是盆满钵满 他就是中国暴君的天花板 大臣谁有钱谁有权 朱元璋必须给他铲除了 可为什么朱元璋只杀大臣 不对百姓下手呢 咱前边说完了大臣的原因呢 再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看看 您想啊 朱元璋他本就是来自农民阶级 他深知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可能也是因为他体验过农民的贫苦 所以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之后 他想的事就是怎么能让老百姓 过得更富裕一些 所以朱元璋可从来不舍得对老百姓下手啊 于是朱元璋就从法律政策 修建民生设施等方面 试图拔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明朝初年 百姓们对于朱元璋也算是很爱戴的 毕竟明太祖给了大多数百姓更多的土地 他甚至还鼓励大家开墾荒地 并且在一定年限内不征收赋税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 朱元璋身为一国之君 他肯定会为国家的发展考虑 那如何提高明朝的综合国力呢 鼓励人口生育嘛 别说三胎政策了 十胎也行啊 有了人口不就可以更好的恢复经济 提高农业产量了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 种农业伤的政策也流传了几千年 所以朱元璋哪怕晚年再残暴不仁 他也依然不可能会把毒手伸向老百姓的 人家稀罕着呢 而且就算朱元璋不考虑自己的名声 也要想着国家该如何延续下去吧 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期待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